若以箭头表示电子的自旋方向 下令哪一个示意图是基态各原子的架电子主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五个选项的电子数都等于六 因此各的架电子有六个 而国域是由4s开始填起 然后4s国域低于3d国域 因为n加l指4s为4加0 3d为3加2 所以4小于5 然后4s之前为3p6 因此各器皿可以写成ar 亚的话电子数有18 所以18加6等于24 按照基态电子的排列 我们要符合三个原则 也就是符合利件原理 红德定的以及包力不消农原理 所以我们先填电子 电子首先要填入的是4s2 还有四个电子再填入3d4 然而4s2个电子 3d有五个鬼域 我们按照红德定者而言的话 它可填入4个电子 1 2 3 4 也就是自旋方向相同的先填 而我们看到这里 3d4差一个电子 就可得到半满鬼域 然而 低鬼域半满或全满时 会降低原子整体能量 提高稳定度 因此4s一个电子 会先提升能量 跑来3d 鬼域 让3d鬼域 有五个电子 形成半满 所以其架电子主态 就变成了4s1 3d5 1 1 2 3 4 5 所以答案为1选项 然而对于A选项而言 不存在 1 2 3 这三个皆违反 暴力不相容原理 所以不存在 好 B选项 这地方3d鬼域 自旋方向相同的 没有填满 去填入自旋方向不同的 所以这地方是违反 红德定者 而C选项 一样 这地方也是违反 红德定者 然而 D选项 这地方 虽然是符合 D建原理 以及红德定者 但D鬼域 半满时 会降低原子能量 提高稳定度 因此D选项 为符合三大原理的激发态 因此答案为1选项 优优独合三大原理的激发态 优优独合三大原理的激发态 优独合三大原理的激发态 就odle项